第39題,39題40題是題組,塵上題丁丁在參觀壽山的石灰岩地形前,在附近檢了甲乙丙三種礦石,並設計一項實驗要檢驗礦石中是否含有碳酸鈣,它將此三種礦石秤取相同質量後,分別置入如幼圖的實驗裝置中。 先加入少許的水,使水面高於礦石,固定劑頭漏斗,使漏頭管磨低於液面下,再將一大M的鹽酸緩緩加入劑頭漏斗內,最後將所產生的氣體導入澄清石灰水中,以檢測該氣體,實驗結果如下表所示,請回答3940題。 第三九題是問,依據丁丁的實驗結果,可以推論甲乙丙三種礦石中,何者含有碳酸鈣,我們曉得碳酸鈣加西銀酸會產生二氧化碳,那麼首先要挑選的是跟鹽酸反應會產生氣體的,所以我們的乙跟我們的餅,都是跟鹽酸反應會產生氣體,而我們產生的氣體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中,會使澄清石灰水變混濁,那麼只有我們的乙, 會使我們的澄清石灰水變混濁,所以我們發現只有乙是完全符合我們的碳酸鈣加西銀酸的反應的結果,所以第39題問我們說,依據丁丁的實驗結果可推論,甲乙丙三種礦石中,何者含有碳酸鈣,我們答案選擇的是C,僅乙礦石中含有碳酸鈣。